欢迎光来海山辅公参行动导书车 现在不能顺悔提供资本 导书车才来到北京都告诉妈妈和大家的活动 这位为高中老师退休的电影 真的心道理说他 才有所在想说告诉他都愿意来合作 就这样成为导书车的旅程 把它扔到火里面去烧烤掉 然后耐心的等一会儿 退休后我去接过了 接受了很多 英明故事馆的故事妈妈 全国的故事妈妈的受信 然后就来参与这个义工的行列 我感觉很快乐 可以帮助小孩子推广阅读 对我们来说 那是以前在学校没有享受到的快乐 乎公参行动导书车 为一百孔零年开始在婚姻孙回 这位海山导书车管理王王冲地 两年来一直收获海边儿童子越走越感兴 因为一公园祖童子因此有了解变 比较调皮的学生 甚至我们形容他叫顽略的学生 配合导师 然后义工阿姨跟这些义工们都会去关怀他 那每次跟他互动当中 看着他在成长 看着他在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很值得欣慰的地方 因为导书车电话形态青春海角海鸥 哈姓都叫黄葱地海鸥叔叔 这种大厨家看着多人 可能海枯书轻都很喜欢 因为外面可以就是有种字 就是有那个有鸟声 然后有那种风声 然后里面就有那个电风扇 在外面看着感觉比较好 因为他每次来的书都是不一样的 刻板印象会觉得说 那书可能就是在班上 或者是在图书馆 那有这样的书车的资源 他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还有其他的地方 也有很好看的书 可以让他们去看 富庚山行动特殊车 没在团购 只为后有复一点生日 他们最近也买就 5.5岁的既冠 欢迎将到北港云水书房报名 记载点赞尝不得 再见 好